周杰伦16号在香港的演唱会请来的歌神张学友当嘉宾 结果张学友突然现身 在舞台上还唱起了经典的情歌吻别 让全场的粉丝好惊喜 但是在演唱会上呢 周杰伦还自爆说 他国中的时候很叛逆 曾经跑到唱片行 打算把吻别专辑偷回家 但因为专辑被放在最高的架子上 当时候呢 他伸手也偷不到 于是呢 开始存钱买CD 不做小偷了 那么张学友听到之后 笑着回应 没让周杰伦变成小偷 还真的是没有白活 在这个场上 不管周杰伦先是大玩3D影像 然后一身闪亮亮的战士造型 从巨型的球体出场 演唱开场歌曲《龙战骑士》 当周董演唱《爱在西元前》时 他站着的高台缓缓升起 老爱在荧幕上耍裤扮英雄的他 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 就站在六公尺高的地方唱歌 时隔三年 周董再度站上红管演唱 频频感叹自己老了 我很多歌迷其实 可能都已经结婚 有小孩了 然后他会告诉我说 我的小孩也是你的歌迷 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 而周董贵为天王 找来的演唱嘉宾 就算不能炒飞吻也要够分量 所以香港首场演唱会的嘉宾 就是这位超级大咖 歌神张学友一出场 先带来经典的歌曲《吻别》 欢迎收看周董贵的演唱会 今天的特别爱演员 Liu Liat 两个人最后演唱的歌神 另一首经典 每天爱你多一些 替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 终于是环节点下的报道